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6月24号 礼拜五的午安 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侯乃荣 一开始社会消息来关注到 台北市又出现了球棒队 不但有驾驶不满被逼车 就猛砸对方的车辆之后逃逸 在23号傍晚在北投 更有四名扼煞开着两辆车 包夹追逐被害人 沿路追了5公里 最后当街蓝车 持着棍棒砸破了车窗 也酿成了驾驶跟乘客 惨遭玻璃割伤 而嫌犯落网之后 只避重就轻 说是行车纠纷 被害人方面也不愿意提到 警方怀疑不单纯还在追查 黑车夹动作转弯 加速往前冲 只见另一辆车 紧紧跟在后头高速追逐 这时又多了另一台休旅车 油门催到底左右保甲 两车沿路包围被害人 追逐了5.1公里 最后是在路口处双重夹击 把它拦下之后 拿棍棒猛砸攻起 两台车上一共四名二刹 把车砸到车头 车位板筋通通变形 才赶快逃跑 警方获报到场 被害驾驶还后座乘客 全都被车窗碎玻璃割伤 你受伤要不要去医院啊 车已经这里弄到了嘛 后面还有人在演啊 23号傍晚5点多 陈欣被害人开车下 中美快速道路时 突然被两辆车夹击 他沿途加速逃离 但车尾却不断被多次猛撞 最后对方更直接拦车 拿球棒猛砸 奇怪的是 二刹落网后避重就轻 只说是行车纠纷 被害人车子严重毁损 也坚持不提告 警方不排除有其他恩怨 才会被砸车寻仇 全案讯后人将王贤等四人 依刑法聚众都罪 依请台湾士林地方检察局侦办 火爆场面也出现在中山区 有驾驶不满被逼车 竟然直接拿出甩棍攻击 狠狠就往对方车窗猛砸 还大声飙骂 节目也让目警民众吓坏了 以为是帮派寻仇赶紧报案 承袖洞横的下场 就是统统狼狈进警局 还得挨够去上管司 接到黎明州台北采放报道